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 读书80%是没有用的 只有最多了 20%有用 甚至只有10%有用 那你还读书吗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我读完这书 我不知道哪20%或者哪10%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要读书 读书是为了学习一种方法 并不是为了学习一种知识 知识随时可以更新 对吧 我们早期知道的知识随时可以更新 不知道的可以马上补习 只要你会学习的方法 你就能拥有更多的知识 那么我们所学到的这个知识 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 都是一块砖一块砖的 都是一块一块的 那么哪块砖有用呢 我告诉你哪块砖都没用 但是哪块砖都有用 你盖这房子少哪块砖都能盖起来 但是问题你没有砖是盖不起来的 这个过去我们也聊过 宋真宗皇帝就这么说 书中自有盐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我们历史上肯定是这样 学而优则是 有钱的人 有社会地位的人 一定是读过书的人 今天虽然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有很多土豪土财作 就凭一时兴起 赶上时代变革 发了大财 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 当社会进入正轨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知识 才可能获取更大的社会利益 所以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道理今天也差不多 你比如说好多年前 我碰见一事 这个 这事有意思 是你要给我一根木头 不是给我 是卖过 说这木头 河道里出了一大木头 这木头说特长 有多长 27米 有多大呢 他说大头 2米2 小头1米6 就这么一根木头 我知道这消息以后 正好赶食堂吃饭 我们都在食堂吃饭 我就跟大家说一个题 我说谁能给我算算 这体积是多大 多少立方 大头2米2 小头1米6 长27米 简单吧 如果中学生考这次题 我估计立马就算出来了 一屋子人 每一个人会算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太有办法了 你找来这个 这个肯定是有公式的 把公式找来一套 马上就知道了 那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学的东西 都扔给老师呢 你今天 你在镜头面前 你在这个网上 看到这个片子 你不信 我估计 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个人 都算不出来 这体积 必须要借助去翻阅书 或者网上去搜去 你才想办法能算出来 你能现在 我说完这道题 你立刻就算出来 那就算本事 那就算你 估计你就是中学生 对不对 那我们就开始说了 读书 今天说读书 更重要的是读杂书 读专业书和读教科书 都不算读书 你说我是一个医生 我除了医学书 其他书都不看 您这不算读书 你说我是一个医生 我读的是史学书 这个哲学书 美学书 文学书 这叫读书 读书一定要砸 那么我就抢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就喜欢 就逮着什么读什么 你比如我小时候在医院 医院 翻了一本书 内科学 喜欢都不行 也不懂 也没有什么想法说 想以后学医 没有 就是说这医学书得读 你比如我们今天跟你说 你说人有多少块骨头 这事简单吧 人有多少块骨头 我告诉你书上一查 网上一搜 人告诉你 有206块 说我们东亚人 中国人 包括日本人 那里的 有的人少两块 204块 这都是一个 在生物的角度上讲 非常简单的一个常识 那我现在下面一个问题 你说婴儿有多少块骨头 你一下就傻了 你出来搞一的人能明白 人们都不明白 我那边看完这个 我自个儿也说 我都惊着了 婴儿 305块骨头 比大人差不多多100块 它边长边闭合 你看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知识 对吧 我好多年前 写过一篇博客 这博客呢 就叫搞完 搞完 你没听错 就是搞完 男性有 女性没有 你说这搞完啊 你看人都是对称的吧 俩眼睛 俩鼻孔 俩耳朵 全是对称的 俩手俩脚 全是对称的吧 这搞完也是对称的吧 不 这搞完 一高一低 一大一小 我当时就说 有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 自个儿搞完一高一低 有的人 有的夫妻一场 都不知道 丈夫的那个搞完一高一低 但我去古希腊 看到所有的雕塑 那搞完都是一高一低 艺术家关注到这一点 大部分人啊 就是 左边低 左边还轻呢 左边低 右边高 低多少呢 低 一厘米 一公分 很多人忽略这个 这九成人都是这样 跟左撇子一样啊 但有个别人右边 你回家晚上准照镜子去 想清楚左右啊 大部分人都是左低 右高 有人回来就跟我说 我是右边低 我说你是镜子里看的 看反了 记住了 那么 这个被艺术家 古希腊的艺术家 全部注意到了 所以你注意看啊 将来有机会到希腊去啊 到大英博物馆 到世界大都会博物馆 去看雕塑的时候 你非常要注意这一点 左低又高 那凭什么左低又高 你知道为什么左低又高 没有一本书上告诉你 为什么左低又高 我就想 这人啊 为什么他左低又高 然后我就想 那动物为什么都是平衡的 你去看动物的啊 动物有的看得见 你比如你看猪 你从猪后面一看 能看见 那俩搞完一边高 一边高一边大 人为什么呢 是因为人站立起来 这是我想的 没人说过 我想了好多年才想明白 今儿告诉你 就人站立起来 这地儿 这俩搞完没地儿待 在两腿中间挤得慌 所以他就必须挤出来 一高一低 那为什么左边低呢 是因为人呢 平时左腿先卖 先把这地儿掏出来了 空出来 不是掏出来 所以呢 逐渐逐渐就进化成这样了 对吧 这是个道理 我好像记得我讲过 我到比利时最牛的 定西装的店 那给我凉衣服的 那个外国人 男人 他上来就问你 左边右边 我听不懂啊 我问那番有啥意思 什么叫左边右边 他就问你 你是左边低 还是右边低 这裤子裁的 有一丁点不同 这才叫专业 我们裁缝都没问过这话 就没有这事 你爱挤不挤 那我们读什么书呢 我们讲啊 读书实际上是两类 第一类叫教科书 教科书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不算书 这算课本 因为教科书都是教条 他这个书上教给你的 都是规定的 所以呢 读书还有另类书 这类书就叫杂书 只要不是教科书一类的 都叫杂书 那么古人说 读这个杂书 他首先重视 是人文类 那么古代人呢 他的人文教育中 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他是先教你做人 后教你做事 建立你的道德水准 所以我们讲过 做人做事相处学习 是人成才的四个标准 今天由于我们更多的注重 这个书里化的这种教育呢 就忽视了人文教育 我们的人文教育 中的基本都是死 因为你的政治历史啊 包括地理啊 您就背起来就完了 那我们今天说啊 你读书啊 读史 你就必须具有史观 要不读史是没有意思的 你记住它不重要 你跟人摆过说 这事我知道 人说你对这事怎么看呢 说我没看法 那等于白学 那我们去读书 今天说的全是 这种科学的教育 你科学的教育 说句实在话 大部分人都扔给老师了 学完了 只要大 这个中学一出去 把中学的知识扔给老师 大学一出去 就彻底扔给学校 忘了 那么 我们今天啊 读科学的书呢 好处是什么呢 让你变得非常的 理智 对不对 科学的知识 你掌握越多 你判断事物 就非常的冷静和理智 你比如说 你是一个非常有科学精神的人 你吃那增高药吗 你说我这身高不高 我才一米六几 我想长个十公分 有一脉增高药的 这人来了 你看那人比你还高不了多少 再一看 人穿一增高鞋 增高鞋两种 一种外增高 一种还叫内增高 这都是新鲜事 这不让你看出来 你说一穿增高鞋的人 来卖增高药 你信这事吗 你不信吧 他有人就信 对不对 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被骗呢 就你生活中碰到好多事 你觉得可笑 他为什么信这事 就因为没有科学精神 他就信 没有科学精神的人 最愿意信外人 不愿意信亲人 你记住这一点 我们怎么去判断 这个事物的 这个对错利弊呢 就是靠你的科学精神 那你读文学说 书是为什么呢 说文学有啥用啊 没什么用啊 但是你可以变得多一份情感 让你的情感变得非常的细腻 是吧 文学不好的人 词汇非常贫乏 就会说一字叫 好 说这东西真好 这事好 哪都好 他除了好 他别的词说不出来 要么到大海面前 就是海真大 长城真长 就是没词嘛 词汇频繁 比如过去 我就看过一老专家 老专家就是 小时候没读过书啊 但后来熬成专家了 人家看这个编壶 说这编壶好好好 真好 老头老说好 他不说怎么好 那我就得问啊 我说您说好 怎么好啊 老头想半天没词啊 就是颠着说 跟个小肉丸子似的 跟个小肉丸子似的 你想想这叫词汇频繁 所以你多阅读文学书 你的表达就不一样 对吧 你的表达不一样 你吸引人的程度就不一样 我早说文学帮了我很多忙 我当了十年的文学编辑嘛 所以我在表达文物故事中呢 我就觉得比较自如 是因为文学帮我忙 我年轻的时候 文学书甭管好赖 逮着就读 不读完不算完 现在书也多了 我也就读不了了 是吧 年轻书读了很多书 世界名著乃至中国名著 都读过 它的好处是 慢慢慢慢变化的 你文学书只要读得多 包括难读的 比如诗词类的 就是这个 它相对比小说类的难读嘛 对不对 曲妇类的 就是你读妇啊 读这个平安文 那更难 但是它会给你很多养分 让你语言变得非常的生动 这就是读文学书的好处 文学书不仅仅是让你感情更加丰富 还有一个表达问题 当然文学会给你很多 比如有的人就多愁善感 读了《红楼梦》 不能自拔 当年我也不能自拔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事 这么伤心呢 是不是 你过去说 这个 老不读三国 少不读水浒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老了 你要读这个三国 你显得非常世故啊 这个精于谋略 你少年的时候读水浒呢 全是行侠仗义 容易出事 为人家两肋插刀去打架去 所以古人都告诉你 但是文学书呢 是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影响 年轻的时候读读文学书啊 没什么坏处 那再有你说我读书 这都不行 我得万高了读 读什么呢 咱就不说史学书 美学书 史学书 我们讲了 你读史学书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史观 你没有史观 你就别读史学书 你背它是没有意义的 我今天看很多人上来就跟你讲历史 讲什么 其实都是背的 就头听看的 第二天尽情好跟你说一遍 这没用 没有史观 没有判断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中国的重要的文学著作 我们知道的三国演义 水浒西游 这一类都是张辉体 这类小说过去全是说书人说出来的 所以过去叫这个评书 评书就是边说边评 这故事底下的人都耳熟能详 为什么愿意听你去说呢 是因为你能评论它 你评论的高度或角度跟它不同 他愿意听这个 对吧 就是那么你怎么能评论它呢 你就要具备更多的知识 包括更多的观点 你比如哲学 哲学书读起来确实累的话 对不对 我们现在所说的 读哲学书并不是哲学专业的人 这是你生活中 如果你读两本哲学书 然后你再回过头 不管你看经济问题 还看其他的社会问题 你相对来说都会变得清晰一点 你比如啊 我自个儿去前两年写过两本书 我本来想写三本 结果有一本就拖子 今天也没写成 就是词之色 词之文 词之行 这三本书都有从哲学高度的思考 你比如说我们的颜色 站在哲学的角度 为什么它出现这个颜色 你站得越高 你说的就越透彻 包括文士 我们什么时代 有什么样的文士 是什么样的社会 左右了它出现 或者左右它不出现 我们的这个 这些书 如我就讲 你从哲学的角度看 你也能看出道来 你从美学的角度 从文学的角度 从科学的角度 你从各个角度 都能从这书中 看出你的奥秘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书 一定要写成这样 叫深者看深 浅者看浅 你浅 看一乐也可以 你深就能看出很多道理来 那这个就要求我们 自己更深的去读一些书 读书一定要趁年轻 岁数大了不行 到我这岁数读不了书了 真读不了 精力很难集中 而且眼力不够 眼力是指什么 你长时间的语书 你看不动 我年轻的时候不懂 听岁数大的人说 这书看不动了 我都听不明白 我书有什么看不动的 没本书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经常捧一本书 就是等和上书 天就亮了 看书从来不会困 都会兴奋 现在是开开就困 那就是跟年龄有关吗 那么你从宏观和微观之间 很多人就不懂 你比如鉴定这事 鉴定的事 最重要的是宏观的把握 其次才是微观 但是我 比如我开放鉴定日的时候 很多人来了 就跟我探讨微观问题 老公上来说 你看这西班吧 你看这个气泡吧 你看这个什么五色光吧 全都没用 当一个宏观出了矿以后 微观已经变得毫无价值 他不一定是 他不一定懂 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呢 说不通 你比如科学的道理 很容易讲 我说科学 比如物理 这个是可以在线的 有人说 他怎么可能今天就做出来 我说今天很容易 你比如在明朝初年有的这个宣德时期的青花 当时的这个青花的骨料呢 是从海外进来的 叫苏玛黎青 也叫苏尼伯青 它呈现西班 深入胎骨 那么在清代和民国的时候 想仿制 没有可能仿制不出来 所以大家说 只要出现这个就是真的 那么今天呢 这个瓷器上的所有的西班 经过这个分析 都知道含有各种元素 今天只要把元素配在一起 只要一烧 它就会出现这个西班 科学就是这样 同一这个现象 一定呈现同一结果 比如我们的水 在一个气压下 一百度会开锅 谁烧都开锅 不是明朝人烧开锅 我们今天烧就不开锅 这就叫科学道理 但社会学不延续这个道理 社会学同一现象 不一定呈现同一个结果 对不对 社会学现象的这个成因 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复杂 它不是科学的 所以它不能去证明它 所以你今天去说股票 你听人给你白货股票 没有一个人能说准 他要能说准 他就不跟你说 他干嘛去 他直接上股票市场去买去了 对吧 它是个社会学的现象 它不是说一定 什么现在我经听他们说 这个曲线 那个什么 说了半天 没有用的 因为社会环境 每一分钟都会发生变化 相互之间都会有作用 它的结果 就不是你原来的那个结果 我们今天 我是觉得年轻人 读书 读杂书 少读一类书 这类叫什么书呢 叫成功学的书 我告诉你 所有的成功者 我认识多了 今天你们知道的 很多成功者 他都不是读成功学 读成功的 不管他是商业上的成功 还是事业上的成功 还是艺术上的成功 他一定不是读成功学书 才成功的 所有成功学的人 是不看成功学的书 你为什么要看呢 你去看 你就能成功吗 比如我看过一本书 这书名比较蛊惑人 书名叫赚钱不难 后来我说这作者 肯定什么钱都没赚过 他就赚这一道钱 叫赚钱不难 就蒙你来买他的书 他赚你的钱 这确实叫赚钱不难 千万不要想象 这个赚钱是个简单的事 你把别人的钱 合理合法地 掏到你自己兜手 是天下第一男生 所以今天大家都认为 成功的唯一标志 是有了钱 其实这是一个 很狭隘的标志 我们今天成功的道理 就是成功的标准很多 比如你们家庭美满和睦 平平安安 你认为是一个成功 我觉得就已经够用了 不要一定非得说做企业 不上市都不叫成功 对吧 那么 我们有时候会看 有人说我也读书 我也读这书 什么拉一大书单子 你一看书单子 我就说这单一型的书单子 都不叫读书 一定要记住这点 读杂书 科学类的 文学类的 美学类的 哲学类的 乃至玄学 各种史学类的书 社会学类的书 都可以读 你要有本事 你要读一点 你这个 没兴趣的领域的书 跨领域的书 你要有能力 你年轻的时候 一定要读书过量 什么叫多书 读书过量 就得熬着读 对吧 两个过量 第一个过量要多读 你要有精力 就要多读点书 你每个 每天多读一小时书 我觉得不难做到 上床以后拿一本书 看看读一个小时以后 再睡觉 是吧 你甭管什么书 拿起来读 第二呢 要多读一些其他门类的书 其他门类的书 对你的好处是 给予营养 我们老讲营养要均衡 要丰富 我们吃菜 吃饭 都是这样 如果你单读的一个东西 你读的过多 比如你沉溺于某一类型的书 你可能就很难 就是不能自拔 我也读 我也见过这种读文学书 读到就是如痴如醉 深陷里都不能自拔 以为自个儿是林黛玉了 以为自个儿是甲宝玉了 这都不成 读书呢 我当然觉得啊 年轻读书跟岁数大的读书 有一点不同 年轻的时候 我们读一些书 很容易进去 就是把自己认为是书中之人 但是岁数大呢 就可以再看书 就看得非常冷静 尤其我做过职业编辑 当职业编辑的时候 就必须冷静的去判断 别人去写的书 当时我这个主要的任务 还是编文学书 所以看别人写的文学书 类型不一样 很多不一样 你们都知道很多作家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 有非常沉重的 有这种非常这个俏皮的 斜血的 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 对人生的态度也不一样 那么你作为一个编辑呢 你就需要甄别 需要把各类型的这个作者 挑出来推荐给读者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责任 那时候我是在一线的编辑 天天看来稿的 今天呢 这个出版社的编辑 大部分都不看来稿的 都是约稿 谁有名 我约谁给我写 写完到这我一边拉倒 连动都不动 那时候不是这样 大量的社会的投稿 每天编辑部的来的稿堆积如山 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的人你打开稿子就不一样 有的人读了半天 你也不知道这东西 人人在写什么 不知道 这个写书啊 和读书之间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 没读过书的人 一定写不出书了 写作的人跟他读书的这个 关系理论上讲是成正理的书 读的越多 写作就相对来说越容易 最后讲个读书人的故事 这个读书人叫朱买臣 这个人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人 是汉朝人 在汉书中是有赚的人 这就很重要了 汉武帝时会计郡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叫朱买臣 他家里特别穷 但是他很喜欢读书 他又没有积蓄 也没有财富 也没有财务 什么都没有 他就靠砍柴赚钱 这人读书呢有点意思 他呢经常的呢 一边挑着担子 挑着这柴火走呢 一边大声诵读 他老婆不敢 他老婆认为这是很耻辱的事 说你这么穷了吧唧的 你还这个读啥书啊 你还弄这么个动静啊 就老制止他 老羞辱他 这朱买臣岁数都挺大了 他就跟他 这老婆说呢 说我五十岁时 你知道五十岁在古代是非常大的啊 说我五十岁时呢 一定能取得这个成就啊 我到时候就大富大贵 说我现在都四十多了啊 说你跟我真的受了不少苦 那但是你能不能等我 等我富贵了呢 我一定抱胆 他妻子就根本就不信这事 说你少跟我来这套 就是像你这样 最后一定得饿死 还什么富贵啊 然后就没办法 这朱买臣就跟他老婆就离了婚啊 写了修书 递到妻子手里 这个妻子呢也不留恋他 就离家就走了 后来呢 因为他读书啊 这个后来经同乡推荐呢 朱买臣就到了汉武帝那儿啊 跟汉武帝召见了 说你个朱买臣就跟他谈啊 春秋 讲楚词 这人本事大呀 书读的熟啊 这汉武帝就对他刮目相看 当时的皇帝都对文化人都是刮目相看的 所以就委以重任 然后给他这个 这个就是升迁 委任就任了一个官啊 会计郡那个太守 然后就回到家乡呢 就任职了 结果呢 他这个离了婚的妻子 又结了婚 跟他的后夫啊 前妻后夫嘛 在路上就迎接他 这朱满臣呢 衣锦还乡啊 停下车 就让后面的车呢 载着他这个前妻 和他那个前妻后来的丈夫 一块啊 他们的夫妻 就回到了这个太守府中呢 安置在后院 供给他们饮食 管吃管喝 那么这个相里相亲的人就说 哎呦 说他这前妻真是有眼无珠 现在说这个事 谁都会事后诸葛亮 是吧 说他贤偏爱富 反正就说他 有着甚至说的更八卦 就说他早早就跟这个 这现任丈夫就私通了 所以才离开了朱满臣 这过去的人 跟今天有点不同啊 过去的人呢 脸面很重要 现在的人脸皮都厚嘛 这个朱满臣的这个前妻 就受不了这个闲言碎语 最后羞愧难当 就上吊了事 然后呢 朱满臣很仁义 因为他前妻死了嘛 就把他后葬了 后葬了以后呢 又给他后来的这个丈夫呢 又给了一些钱 这就是一个读书人 由读书改变自己的 这个境地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真人真事 我为什么做这么一期节目呢 是因为有学生 大学生问我读书有什么用 所以我也写了一篇小文 也做了这样一个节目 这读书究竟有什么用呢 我很难回答他 但我可以告诉他的事呢 是你如果不读书 你一定是个无用的人 环衣三弄 写了这样一个曲子 这曲子是个酸曲 谁做环衣三弄 惊破绿芳幽梦 这个心悦与愁烟满江天 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 飞絮 飞絮送行舟 水东流 这个王辉之 王辉之呢 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 他听说这环衣呢 特别善音乐 能说就是得意识之妙 然后他就请人请他来 他说我听说你特别会吹笛 能不能为我演奏一次 环衣当时已经非常显贵 有身份的人 他就说我也听说您的大名了 所以就下车呢 他古籍上是这样记载的 说他这是正史记载啊 叫居壶床 壶床是什么 就我们说的那个马扎子 居就是盘腿坐着 然后呢 为他做了三调啊 就三支曲子 揍完以后呢 就上车就走了 那么这就叫环衣三弄 环衣三弄呢 今天我们不是很熟 大家比较熟的一支曲子叫 环衣三弄 就是跟词改编的 文学的力量就是这样 它可以很有力的传播 把一件很简单的事 变得非常的美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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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